前面说到 数学天才开普勒根据天文观测数据 总结了开普勒三定律 那这些规律背后 蕴藏着什么样的原理呢 是什么力量支配着行星 让他们绕着太阳 做如此和谐而有规律的运动呢 伽利略 开普勒和胡克等物理学家 都对此提出过解释 牛顿在前人的基础上 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 牛顿认为 行星绕着太阳转 一定是由于他们受到了 来自太阳的引力 那这个引力的表达式是怎样的呢 容易想到 这个引力跟行星到太阳的距离有关 要是行星太远 太阳就吸不着它了 那力跟距离之间 具体有什么定量关系呢 为了简化问题 接下来咱们把行星的轨道 看成是圆 于是行星到太阳的距离 始终是二 以前讲过 此时行星做匀速圆周运动 需要受到向心力 这就是咱们要算的引力 特别的由于天文观测中 行星运动的速度V不容易得到 但行星公传周期T容易测量 因此用它替换V 速度就是绕一圈的周长 除以绕一圈的时间 把它带入到公式里 就是这样的 观察一下这个式子 咱们希望找到F和R的关系 所以其他量一定不能受到半径的影响 质量M是物体的固有属性 不受半径影响 R派式常数 诶 等等 这个T是什么鬼 它跟半径R有关系吗 回忆开普勒第三定律 也就是周期定律 R3T2比不变 完了 周期T跟半径R还真有关系 那就必须把T消掉 通过周期定律 用R把T表示出来 然后代入到引力的式子里去 仔细整理一下 现在这些量跟半径R 就都没有关系了 这就是引力跟半径的关系式 在这些量中 次拍方式常数 K也是常数 所有绕太阳运行的行星 K都一样 既然是常数 就可以换成正比符号 这表明 太阳对行星的引力 与行星的质量成正比 与行星到太阳距离的平方 成反比 看上去不错 不过牛顿并不满足于此 换个角度来想 如果以行星为参考系 那太阳就是绕着这个行星 匀速圆周运动 根据同样的推理 行星对太阳的引力 也应该与太阳的质量成正比 与太阳到行星距离的平方 成反比 写成式子就是这样 这两个力有什么关系呢 嘿 它俩不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吗 那就肯定一样大 它满足这两个比例关系 而它满足这两个比例关系 那就是说 其实它俩都满足所有这些比例关系 合并起来就是这样 太阳与行星之间的引力大小 与太阳质量和行星质量都成正比 与两者距离的二次方成反比 如果想把它写成等式 就得加一个常数 这个常数与太阳行星都无关 这就是太阳与行星间的引力公式 不过牛顿仍然不满足一次 他继续向前 超越了行星与太阳的范畴 下个视频 咱们将继续追随牛顿的脚步 去看看宇宙万物 现在你先去做个练习吧